西瓜是甜的 但是從這個話裡面 我卻感覺到很酸 可是呢 當初講這個話的人 那個西瓜都會選上 現在已經變成本黨的同志了 那你如果說 就是什麼一定是綠的 不會被改變的 這個部分 我想說也不見了是事實 坦白講 西瓜是甜的 但是從這個話裡面 我卻感覺到很酸 所以表示說 講這個話的人 真的是蠻酸 又覺得有點那個 對我們不是很友善 可是呢 當初講這個話的人 一個西瓜都會選上 現在已經變成本黨的同志了 那所以說 也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 就事論事來講 沒有一個地方是永遠不變的 除了有些地方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金門 永遠都是藍的 像苗栗永遠都是藍的 像台東 永遠都是藍的 之外還有幾個地方 永遠是藍的之外 其他都有被政黨人替過 那你如果說 就是什麼一定是綠的 不會被改變的 這個部分 我想說也不見得是事實 你去問我的對手 他也不會承認 那如果是他承認的話 他何必出來選 因此呢 每個人都有認為說 有可能被改變 事實上在四年前 當別人這樣講說 台南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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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肯定當然是最重要 所以說愛說就由他說吧 反正多說了這些話 也大不了他也少不了我 謝議員他當然是在國民黨裡面 少數幾個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地方級議員 所以他是蠻厲害的 這不容小覷 那他在過去在許天才前市長 賴清德前市長任內的時候 也都發生有非常非常激烈的這個互動 激烈我用激烈的反正 你如果去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他們的諮詢真的是互相指責的 那是蠻厲害的 但在我的任內其實剛開始前幾年還好 後來因為他現在要選 所以說也開始激烈起來 不過我覺得其實人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些選舉是一時的 但是很多東西歷史會留下來一些記錄 所以說即便我們對手很激烈 基本對手一直製造一些議題跟話題 所以這樣問題是這樣子 這樣子罵來罵去的 其實對市政來講 對市民來講也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還是願意回歸到市民所關心的事體 市政規劃要開遠光燈 但是市政的這個落實執行要開近光燈 規劃市政要規劃未來的三年五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這樣的話要有一個願景 有一個遠景 讓大家可以看到未來整個市政發展的方向 整個城市的發展 城市的發展要看遠光燈 但是市政的日常 我們要開近光燈 因為老百姓或是民眾 市民朋友們每一天日常所碰到的 他們碰到的小問題 水溝不通啦 會打電話來1999啦 市政的執行 我們是開近光燈 非常落實 因為近光燈是相對的很亮 在你眼前的事情 雖然我們在過去四年來 我們已經增加了兩萬多個停車位 因為台南你也知道 路不寬 因為它原先都市的規劃和設計 還有它過去400年的歷史 還有它很多古蹟在這個地底下 所以你每當有重大工程在施作的時候 就歪一歪 你要說舉頭三尺有神明 我們台南不只是舉頭三尺有神明 是絕地三尺有古蹟 我們也曾經有一條外環道路 這個做了十年還做不好 為什麼 因為碰到一些文齒工作者 會看到這上面有什麼 這上面有什麼 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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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的改善跟優化 停車位的增加 減少市民朋友們 大眾運輸系統的開闢 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